防疫當前 音樂班學生吹走樂器 竟要躲在密不透風的帳篷內 雖然裡面有附小電風扇 但每堂課45分鐘 學生在裡面還是滿頭大汗 因為很久沒有練習樂器 和大家一起 所以非常興奮 開學前是大家為了防疫各出其招 另外台中市隔板工廠 已經趕工兩個多月 工廠內堆滿壓克力板底座 老闆快手組裝 趕在開學前一天 要出三所學校的貨量 直接可以放開 那收起來也是很方便 自從疫情為解封 老闆基本每天都要製作 40到50組以上的隔板 尤其學校要求的壓克力板材料又缺貨 來做的就好幾間學校 主要是它本來那個貨 貨源就難叫了 它的數量又大 我人數不太夠 學生除了吃午餐要用到隔板 也有小朋友反應 睡午覺不想戴口罩想改用隔板 中央地方補藏掉 引發爭議 戴口罩會太悶用隔板才可以呼吸 專化教育處指出師生在校期間 只有吃東西才能把口罩拿下來 但如果國小生午睡真的戴不住 必須放上隔板 一切以防疫優先 記者綜合報導 早送松 中央